绿营方面 副总统赖清德 交通部长林佳龙 以及桃园市长郑文燦三人 都被视为民进党角逐下任总统的热门人选 而现在有平面媒体报道说苏贞昌多次点名 郑文燦是未来总统 还帮他排除赖清德的势力 就传出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时 席间跟林佳龙是有说有笑 被解读是要结盟林佳龙 两人一起布局2024的总统大选 今天林佳龙 郑文燦都说 现阶段就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听到敏感 选战话题 副总统赖清德不回应 继续低调扮演副手角色 自此时推崇利润隔轨努力 才有现在不错的投资环境 虽然赖清德提到苏院长 但平面媒体报道 赖清德跟郑国会的交通部长林佳龙 占联手立抗苏奎跟郑文燦的阵线 还传出两人搭档 角逐2024总统大选 我本身现在是交通部长的角色 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未来这些都不确定 也不是如报道上所说的 我担任市长 我就是把市长的工作做好 结盟的揣测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苏贞昌多次公开点名 郑文燦是未来总统 多项人士安排也被视为排除 赖清德势力 替郑文燦清空跑道 苏贞昌选边站 让赖清德决定出手 日前台湾绿色立委联盟 举办的会议员大会 赖清德首度出席 还跟林佳龙同桌 两人有说有笑 气氛看起来不错 不过同样也出席活动的 前立委赖昆成 则认为结盟不太可能 大家在那种场合 都是老朋友见面 相谈甚欢 气氛非常融洽 大概也没有谈到 什么总统副总统 没有那么复杂 还想太多了 大统们拼出逃绿营党内的 暗自较劲 柯文哲隔岸关火 你问我三个月后的事 我都很难预测 三年后了 这是民进党 他们自己就是那部竞争开始 干什么事 赖清德 林佳龙跟郑文燦 都是民进党问鼎 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台面下的合纵连横 乔乔T 未来普入记者中文报道